7月底我们不官网公告 自8月1日起 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 个人游试点 这是鉴于当前两岸关系的决定 民进党当局不断推进台独的活动 不断煽动对大陆的敌意 挑动两岸对立 严重破坏了大陆居民赴台 个人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 我们也希望两岸关系早日回到和平发展 正确轨道上来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还能够尽快回复正常健康的发展局面